歡迎大家來到投資材女的生活理財頻道 我現在在報答佩茲 究竟怎樣才可以在旅行當中無痛地投資 跟大家去講一講基金投資究竟怎樣才可以簡單地做到 這個影片總共會分成兩大部份 第一是究竟怎樣才可以以低風險的方法 即是基金去投資 以及用什麼準則去選一隻基金是最好的 第二就是月工基金在市面上有什麼途徑可以做到 以及怎樣做才是最划算的 如果今集的內容大家都不想錯過的話 又想知道財女究竟去了報答佩茲 哪裏玩的話 這一集的內容千萬不要錯過 最為投資新手聽到股票都有點害怕 通常一說股票就問哪一隻才是更好的收息股呢 通常這些朋友都是因為怕這個股票的日內波幅會比較大 但亦都很想在這個投資裏得到更大的回報 如果要綜合這兩樣東西的話 就唯有這個股票形基金才可以幫到你了 股票形基金在我自己提出的稅後收入系統裏 我認為是一個中低風險的方法 原因是因為根本不需要選過股的 在之前的一段影片中我教過大家 其實巴菲特一早已經用自己的童年證實了 選擇個股其實不是不行 只不過你需要用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做 如果大家想做到一個無腦投資法 又好像他這樣說 其實根本投資就不關你的IQ事情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這段影片 在第一集的基金躺著賺內容中 有觀眾問到我 其實我究竟怎樣去選擇自己的基金呢 是不是憑著一些月回報 又或者連回報去看這些數據 而去選擇和組合自己的基金呢 今次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最主要的方向和條件 在選擇基金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如何才可以盡量減少損失 不輸就是先贏的先決條件 在之前這集影片中 我跟大家說過一些波幅很小的貨幣基金 如果大家只想要2至3厘的回報 這類型的基金絕對是可以幫到你的 詳情大家可以看回這一集 但在股票基金中 其實收獲到更大的回報 即是4厘以上 甚至就是怎樣才可以分散投資 在一個動盪的波幅裏面 仍然是可以幫自己做到一個低風險的策略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今集會利用一隻APP中的篩選器 去令到這麼多投資新手 明白原來按幾顆按鈕 就可以找出自己想要的這些基金在哪裏 以下的介面 將會由富途證券APP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乘至之前影片基金堂再賺機票的內容 我都是用了股票基金的 而我選的這隻股票基金 就是透過篩選器選出來的 在利財的介面 大家可以透過股票選基金功能 即是透過自己心想的股票選基金 了解整個基金持倉佔比之外 還可以看這個基金排行榜 我最喜歡看它最高回報 又或者最熱門的基金 它的業績又是怎樣 亦可以給我更多資料 我自己有什麼可以選的 回答之前的觀眾的問題 關於組合篩選 其實可以在這個功能的組合篩選 去找的 大家可以自選持倉市場 投資的貨幣和風險偏好 我今次選一些風險比較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基金組合 其實它的收益模擬是怎樣 亦可以計算自己放入本金之後 得到的回報是多少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選完基金之後 可以很方便 按個基金名 就可以按這個產品詳情看看 我最主要都會看它三年和五年的回報 因為我投資基金是一個長線的選擇 但當然機票堂再賺的這一集內容 是因為我自己對這個炒落後也有些認識 所以我選了是非常短暫的基金 一會兒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在這個歷史收益率裡面 大家會看到近一天 直到是這個成立至今的回報 當然你可以透過裡面的下譜比率 又或者跟同類的均值比較等等 去了解這個基金 但其實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像剛才一開始說 其實這個波幅是否你接受到的呢 最基本和最保守的方法 就是去看看這個收益 高的時候 是否可以接受到同等的一個虧損 即是說如果你想它賺十幾% 你是不是都可以接受到它虧十幾%呢 如果大家不想收益波幅那麼大 就要好好利用一下這個愚公基金的功能 在影片後部份我會和大家解釋 除了看基金指標 以及看這個歷史回報之外 我更加會理解一下它Top10的這個持倉 即是說其實這隻股票基金 是買入一籃子的什麼股票呢 當時我透過排行榜 選到這隻基金之後 看到十大持倉第一個就是聯合健康 我看到聯合健康整個月期入面 由2009年到2022年都呈現一個聲勢 對於我想躺著賺的目標也符合到 再加上未製造財經主持的我 亦都很貼事 所以我都會選擇一些炒落後的版塊 在今次基金堂在賺機票裡面 我就投入了8萬5千元 即是大概1萬元左右的美金 收益是大概5千多元 即是回報率達到6.5% 一般股票新手最常犯的錯誤 就是在股票很高價的時候去追入 但是很低價的時候就選擇放了它 為了增加勝算 我認為大家可以使用月供基金這個功能 以下是消費者委員會的一篇文章 原來發現銀行入面去認購基金都要付回這個認購費 即是時候認購優惠其實都是減1%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懂得選擇 一定是選擇零認購費、低管理費 以及月供都不需要付額外的基金 現在暫時我看到庫圖上所有基金都是零認購費 不過之後大家如果再選擇任何基金 都要小心這些細節 你用這個app去做月供基金的話 你可以隨時隨地開始或者停止這個月供計劃 之前貨幣基金的一集 都給大家知道 其實它的月供金額是非常低的 貨幣基金是0.01元 如果非貨幣基金是100元起的 你會看到供款期除了月供之外 還有兩個星期供一次 又或者一個星期供一次 才可以令你自己的平均成本化是最大的 大家可以透過現金去買入 盡量不要融資 透過證券戶口去公款 又或者EDDA銀行過錢都可以 最後圖表的結果會顯示你的平均成本 那你就可以知道的盈虧是多少 今集這個月供基金的內容又是這麼多 其實股票基金真的可以幫到一些小半金的朋友 去增加你自己的投資回報 就像我今次去旅行吃這個tasting menu 有很多種不同的菜式 其實這個分散投資 才可以在一個亂史之中 幫大家提高一個整體的回報 所以基金其實無論是股票基金 貨幣基金 大家都應該要多多留意 最後我送上這段煙花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透過一些不同的投資方法 還有製造多些稅口收入 可以令自己在旅行當中 甚至將來移民 去到哪裏都可以成功透過自己的手機上 投資賺錢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更多問題 如果有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希望我在下次的影片中 都可以告訴大家 很快就準備3萬訂閱了 感謝大家一直對投資財率的支持 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除了按下小鈴鐺 收到每個星期的影片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優惠群 下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